我現在有點尊重館長 而且還憐憫他 因為柯文哲在總統競選的募款收益裡面 館長是有抖那一百萬的 他捐一百萬 他倒撩一百萬 對 而且他是所有裡面算是top ten的 他挺柯文哲挺到生意快垮了 然後3900萬沒有一毛給館長 都給什麼募客 而且我跟你講真的 其實在選前我就有提過募客 募客你募客 剛剛有人說 募客你募客 好 重點是這樣 館長 募客你募客 重點是什麼 選前的時候我其實有提到募客公關 我只有千輕的點一下說 拜託 你們要那些競選周邊小物 不應該是什麼 我跟你講 通常啊 譬如說 我要幫這個李政浩出周邊商品 談法兩種嘛 一種就是 抽成啊 對 一種抽成 譬如我賺10%就是給你啦 對 其他九成 然後成本我出嘛 就是我做毛巾嘛 然後我做這個 扣除成本利潤10%給你嘛 對 譬如說我做李政浩衛生紙 擦卡車的嘛 那這個衛生紙就是我生產 我們在分潤嘛 對不對 是因為你授權給我 但是問題來了 你知道募客怎麼跟人家談嗎 募客談的方式是 你要做李政浩擦卡車的衛生紙 對不對 好 你做 錢都你出 貨款都你付 好 那麼呢 這個我募客跟你 7 3分 你是做衛生紙的廠商 我只分給你三成 什麼叫無本生意就是這樣啊 我請問你他有出任何一毛錢嗎 有啦 合約的影印費啦 對 貨款人家出 然後設計人家設計 還要開馬賣 對 還要幫馬賣 對 然後賣的人 是誰 是木可電商平台 我就印一個阿伯的照片 這太賺了吧 對啊 那他是不是就是完全沒有這個成本 所以我才說 這就是一個 創業的聖經啦 這要跟柯文哲學嘛 不要跟柯文哲學選舉 好會輸 你可以跟柯文哲學創業嘛 柯文哲 講這句話實在是太好笑了 柯文哲現在本來是四大案 結果變成五雷轟頂 如果蛤蜊絲 蛤蜊加殭屍 Grace他講的是真的的話 這事情可大條了 為什麼呢 這個叫做左邊通右邊 但各位 這法規真的合嗎 對 昨天是柯文哲的65歲的生日 生日之前 那些臉超臭的 為什麼呢 包括了陳志涵 包括了黃國昌 就先上去火烤他 火烤完之後後面 後面想不到四叉貓跟Grace 又送上大禮 昨天最好笑的是 他在家 想說今天我生日 突然間叮咚叮咚 沒排客人啊 突然間的想法是 要不要從後門快跑 為什麼 難道是減掉真的來了嗎 他居然想說 還好沒被抓 你知道嗎 你是多怕被抓啊 你心裡如果沒有鬼的人 會怕成這樣嗎 其實喔 創下哥在之前有說過啦 會不會他生日這一天 就是他的秋絕 那目前又往後 不是不是 你如果真的行得正做得對 不要什麼都耐到我身上 我跟你講 像我自己我本人 有一次我在外面的時候 我們家的這個保全 急急忙忙打個 你現在 有個刑警現在在門口等你 他是叫你趕快回來 我就直接說 你叫他掃吹牛 爆是哪個分局的 我過兩天跟分局長講 結果是幹嘛 送送達書嗎 哪有在怕的 Grace 你是整個使作用者 而且 其實對於柯文哲的公關的 整個操作 你也熟悉 難怪你看到這3900萬 你就跳起來了 到底裡面有什麼貓膩 這個 歡祥 哲成思喧鬧的街 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這首歌我聽過 但是我跟你講 看到3900萬 跳起來第一個是你 第二個是館長 我真的 館長體成這樣 都沒有一筆給館長 我必須講個實話 我很訝異 館長 我現在有點尊重館長 而且還憐憫他 因為柯文哲在這個 總統的競選的 這個募款的收益裡面 館長是有抖那一百萬的 還登記在裡面 他倒撩一百萬 對 而且他是所有裡面 算是Top10的 他挺柯文哲 挺到生意快垮了 然後3900萬 沒有一毛給館長 都給什麼募渴 而且我跟你講 真的 其實在選前 我就有提過募渴 募渴你不渴 剛剛有人 剛剛就算了 募渴你不渴 好 重點是這樣 館長 募渴你不渴 重點是什麼 選前的時候 我其實有提到募渴公關 我只有千輕的點一下說 拜託 你們要那些競選周邊小物 不應該是什麼 我跟你講 通常啊 譬如說 我要幫這個李政浩出周邊商品 對 談法兩種嘛 一種就是 抽層啊 對 一種抽層 譬如我賺10%就是給你啦 對 其他九層 然後成本我出嘛 九層我要選舉 就是我做毛巾嘛 然後我做這個 沒有扣除成本利潤10%給你嘛 大概是這樣 譬如說我做李政浩衛生紙插卡稱的嘛 那這個衛生紙就是我生產 我們在分潤嘛 對不對 是因為你授權給我 但是問題來了 你知道募渴怎麼跟人家談嗎 怎麼談 募渴談的方式是 你要做李政浩插卡稱的衛生紙 對不對 好 你做 錢都你出 貨款都你付 好 那麼呢 這個我募渴跟你 7 3分 你是做衛生紙的廠商 我只分給你三成耶 是 然後我說什麼 啊因為 你也知道我們進學要很多錢 我們很窮嘛 對 然後柯文哲很窮 那有些人發現 發現不對勁嘛 那不然 我4 你6好了 對 對 重點來了 請問一下 你的金融有進到 所謂柯文哲競選總部去嗎 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你靠這一套 賺了錢嘛 你去拗柯粉的這個廠商嘛 柯粉是想為了柯文哲好嘛 是想要幫他 籌措競選經費嘛 對 結果你跟人家簽什麼 7 3 6 4 對 什麼叫無本身運就是這樣啊 對 我請問你他有出任何一毛錢嗎 有啦 合約的影印費啦 對 貨款人家出 然後設計人家設計 對 還要幫忙賣 對 然後賣的人是誰 是木可電商平台 我就印一個阿伯的照片 這太賺了吧 對啊 那他是不是就是完全沒有這個成本 所以我才說 這就是一個創業的聖經 這要跟柯文哲學嘛 不要跟柯文哲學選舉 好會輸 你可以跟柯文哲學創業嘛 我覺得更離譜的是什麼 我跟你講 這所有4000多萬 有一個字一直在重複使用 叫做授權這兩個字 光授權這兩個字 就收了多少錢 1300多萬 這個超怪 憑什麼 我木可就是幫阿伯在設計周邊商品 對不對 我幫阿伯設計周邊商品 阿伯還跟他說收1000萬的授權費 阿這1000萬授權費是給誰 我跟你講這個邏輯很問題 阿伯跟小草募款 募款完後我要做商品 我做商品呢 幫我做的人就說不行 你用我阿伯的臉 所以你要給我1000萬 他再拿1000萬過去 這個人再拿1000萬給阿伯 這不就是洗錢嗎 我就問你合不合法嘛 因為舉例來講 哪有授權費這種事 我就跟李政浩說 政浩 下一次你去選台北市市長 好 我就成立一個叫什麼 募子公關行銷公司 募子 對 募子裡 對 上募下紙 對 上募下紙 重點來了 我要發送這個 所謂我要就是募資小物 我就做李政浩各種周邊嘛 那我請問一下 我要李政浩的授權金 是我要付給李政浩 還是你要付給我 這就是繞一圈 很簡單 募可說我需要1000萬授權費 阿伯請你給我錢 阿伯給了1000萬給募可公司 那請問 這1000萬授權費是誰授權 是阿伯授權嘛 所以阿伯 募可理論上要把這1000萬 再回給阿伯嘛 可是我問你這1000萬哪裡來的 是小草捐的欸 對啊 所以 這是很嚴重的作用 我跟你講 這超怪我就問 搶救王毅川 我幫阿川做了這麼多東西 阿川給我要授權費 我會跟他翻臉 我跟你講這叫什麼 大小合同 這叫做陰陽合約 對 共同富裕 對 這叫什麼 這如果是在上市櫃公司 這就叫做關係人交易 對 所以我要問你募可公關 有沒有分紅給柯文哲相關的人嗎 如果有一塊錢你就違法 不是這個超級怪的嘛 柯文哲競選總部跟小草募了4000萬 這4000萬裡面呢 要去做競選小務 做競選小務的時候 募可公司跟柯文哲競選總部說 拍謝我用柯文哲的肖像 需要授權費1000萬 請你柯文哲競選總部給我1000萬 我給了他1000萬之後 這1000萬跑去哪裡 是跑去柯文哲的口袋裡 還是募可自己賺走 這都很怪 其實你剛剛講的那個過程 其實就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 憑什麼柯文哲的授權 是在募可公關的身上 如果有 那他們是不是一定有合約跟契約 他們一定有互利共生的關係 不然怎麼會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子 那我請問你 政治現金是可以這樣用的嗎 另外我在提這個尼奧創意 尼奧創意大家可以上網查 那關鍵字你再標一個就是 空格黃珊珊 你們都可以收到了 細節我不講 只是一樣 我也幻想出 又幻想出一個表格了 我跟你講這個表格很神奇 神奇的地方 我不去在乎 所謂他總共賺了 這個三千多萬 幾千萬的事 這神奇的地方是在哪 你看 他有一個迷目是 開票活動執行費 就收了多少錢 556萬 開票活動執行費 又收了546萬 開票活動執行費 又收了263萬 他要開幾次票 你柯文哲假老二開三次 還是假老二 沒有因為他第三名 第一個500萬 是開賴清德的票 第二個500萬 是開這個侯友爺票 第三名因為侯友爺票比較少 只要200 那個柯文哲票比較少 所以只要200多萬 對 然後另外我要幫各位回顧一下 柯文哲曾經有圓夢 所以他開了一個演唱會 那演唱會他的門票 都一個就8800塊 那總共來多少 342個人 收益有300多萬 300萬9千多元 請問一下 這個應該是屬於柯文哲的募款經費 請問這個款項 編列到哪裡去了